各位你知道中國俄羅斯債務 大概只有13% 中國的中央的債務 加上地方的債務 這些撼不浪當加起來 是GDP的300% 還得了嗎 然後俄羅斯沒那麼多外資 中國現在靠外資撐著 如果外資都撤出來 他不就倒了嗎 垮了嗎 所以他的代價會更大的 因此他一定要挺著俄羅斯一下 第三你知道嗎 現在西方已經開始有人倡議了 你只把他踢出人權委員會 怎麼搞呢 還記得哲倫斯基演講說什麼 你如果對種族滅絕 你都沒有辦法下手的話 那聯合國關起門來 解散算了 解散算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沒辦法 很簡單 因為俄羅斯叫做什麼 叫做安全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他有否決決嘛 所以現在已經有人開始討論什麼 你知道嗎 要把俄羅斯踢出去 安理會 或者把口水全區消 因為這個全部都會 好 不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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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不然 我 不然 不然 這 不很 感谢观看